中國的經濟,房地產這個項目 在過往一段時間是不斷拉動到 以及被地方的官員的誘因 去不斷和發展商買地給發展商,興建樓房 這個很容易就是達標 一次過達到兩個願望 就是自己賺到錢,交到工房 這個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地方政府是絕對願意和發展商一起去賺水 但是問題就是來了 如果發展商不能夠交到樓 那些錢不能回籠 問題就會出現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經濟的所在 因為樓價跌 一爆破樓價跌 中國又不讓你跌 但是他又畫了三條紅線 要你自己搞定 那就變成了 好似做到一個什麼行為呢 就是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你不准跌 你一定要放著價錢 但我要套現的 如果不是我賣得慢 我回不了房子 我蓋不到這條數 就爆了 還有 不止霸一個 重點就是不是霸一個 是一路爆下去 因為 所有的地產發展商 他們和政府的關係 和政府的官員的關係 都千絲萬留 一定有程度上的關係 不知道誰是誰 跟誰是誰 跟著就代了稅 喂 賣了這麼多億 自己撥一億走 很合理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的 對不對 好 繼續 因為這樣的關係 中國的貸款的部分 只要地方官員寫一張紙 就會借到的 錢會什麼時候回籠 放心 你照報給他 還有 那個發展商的朵大 龍頭企業 恆大來的 起到媽媽都不認得 大到媽媽都會說 喂 大到不能倒 沒有東西 給他 這種生業模式 跟很多IPO 從境外圈錢來支持成長 的中概企業 其實都很接近 很簡單 你知不知道西杏咖啡怎麼打煲 華爾街就讀了一條計 你告訴別人 你有這麼多間店 這樣的糧 支持到你 每天的業績 比Starbuck更厲害 business model就是這樣 但是人家為什麼會說你做假數 他就請了專業的核數師 去到你每一間店 你開門 就跟你買第一張單 吃飯之前跟你買第二張單 有號碼的 有號碼的 reference number 接著你放工 那個店 關門 又找人來 買最後一張單 就知道那個店 你究竟那天做了幾張單 接著成一個WASO 那個WASO就是你告訴別人 厲害嗎 厲害嗎 還是做很多的漁和 人家有錢 就知道你做假數 最後那個CEO 請辭 沒得做的 接著被人爆煲 真的做假數 但是這個影響是什麼 中國的企業 大部分都做假 那外國的投資者 就不會給你這樣圈錢 還有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中國人怎麼會喝咖啡 喝都喝茶 新興那批喝 就是拿著杯子覺得事實 那個叫Starbuck 怎麼會喝瑞幸咖啡 你喝喝 我不喝 喝都喝Starbuck 再問一次 你喝什麼 我喝Starbuck 就是如此種種 你有什麼可能會說 你的revenue會超越 人家計算Starbuck 人家計算Starbuck Starbuck的數 打個七折 打個六折 應該是你的數 你不是啊 你大於Starbuck 但是因為你做到這條數 你才可以在美國上市 那就做假數 這個就是IPO 中概股在美國 圈錢的一個方法 就是這樣 但是人家真的有時間 獨條數跟你做 要是怎樣的 professional 不用 不用什麼的 早午晚三餐 下order第一張的order 10點鐘你開店 第一張order 再給外賣你 最後一張都是這樣 所有的東西清清楚楚 再加上現在 互聯網的世界 大家清楚嗎 現在才講到 爆破部分 還要繼續的 下次見 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呢 講完這條片 就完結了 大約是五條片 這個series 希望大家聽到沒有 一定有得著 帶錢進你的袋 為什麼呢 你聽完這個事實之後 你就用我的正反信義思維 就看到那幅圖畫 最後我的結果 就帶出另外一條片 什麼叫做信任 什麼叫做信仰 一個是開放 一個是封閉式的 二零一九年香港 有個運動 這個運動 產生了兩個極壞的 對中國 付出沉重的代價 第一個 香港人未必再信任 中國 中國的權威性 共產黨的執政權威性 第二件事 就拱手相讓了 蔡英文繼續執政台灣 這樣就變成助選 助選團呢 來自習近平 最後來 怎樣 在香港建立一系列的管治模式 林鄭月娥 送了一個禮物包 給蔡英文 她的民望在極低到極速反彈 速到一天之間 好像坐升降機 一聲 躺在那裡選都贏 這個對中國的經濟 是造成一個極大負面的影響 極大負面的影響就是 作為人民幣的離岸交易中心 和社會的安寧秩序的問題 是徹底自己破壞了 在我的立場 看我的影片 我都講過 毛澤東年代管治香港的模式 只有八個字 叫做充分利用 是呀 長期打算 充分利用 遠 是呀 你要利用它作為外匯的金融中心 這裏有多自由 就給它有多自由 做完了 繁榮安定就做完了 你一下子 蓋上去 大不大禍 大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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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到大家想像不到 影響非常深遠 這個就是所謂 得人心 得天下 人心失落 那就很多人走 你走 你走 你又說 不要緊的 一定有人補充 這個是酸流流的答案 記住 這個是事實 事實就會影響另外的事實出現 有一班人 有一班有些錢的人 最有錢的人走了 他去到哪裏都沒有問題 他是用億做單位 不是一億半億那些 現在說拿著幾千萬 一千幾百萬 走得就走 還有某些行業 專才 他是走就走的 因為他沒有信心 建立信心不是明天 也不是一些口號 你要凝聚 好像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他就凝聚了團結 他就是一個膠水 還是超級萬能膠 補回所有東西 瘋了 你看到 排隊要沾養他的 送別他的人龍 還有很安長的 很靜直的 人家排隊 很有陣型 等的人都很有型有款 還有 不是說二十萬三十萬人 肯定過百萬人 很厲害 還有一件事 2019年至到現在 人心的問題之餘 二零二二二年發生的 一件事 也都直接破壞了中國的經濟 失民心 是上海封城 上海封城 很多相信中國共產黨的上海人 上海這個地方 是有錢人居住的地方 外資很多投入的地方 即使換句話說 上海灘 得人心 得天下 得上海 得天下 在中國的版圖裏面 最重要的四個地方 就是叫 廣 廣州 深圳 廣深 上 北 是完結的了 希望大家 很清楚知道 中國的經濟 現在去到什麼的實質情況 我講了給大家知道的了 大家好好牢牢記住 在你的投資上面 要記住